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顺势而为 日本汽车业调整布局 应对贸易摩擦的影响 势强弃弱 述说美国所发动的经济制裁 英国庆 朝鲜举行盛大阅兵和多场庆祝活动 损失惨重 日本北海道地震 已经导致了35人死亡 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 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已经举办了20届 可以说每一届投下会 都给人们带来了众多的商机 今年投下会第一次设立了 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投资馆 也就是海思国家投资馆 展会第一天 20多个国家的参展商 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 来吸引参观者的目光 期待获得更多的商机 一走进海思国家投资馆 我们就被热闹的音乐声吸引了 泰国商贸团直接在展馆现场 办起了泰国文化节 得不少参观者住宿观看 此次泰国商贸团带来了 当地的特色美食 大米 传统服饰 化妆品等产品 同时也展示了 在航空农业领域的投资机会 正在台上演唱的歌手 本身也是泰国商贸团的 一位参展商 在泰国展台旁边 日本长期的展位上 传来了铃铛的声音 原来这家日本海鲜出口商 准备他们的开鱼秀 这条重达68公斤的金枪鱼 在开鱼之后 两个小时之内 就被全部售出 我在海资馆走了一圈 发现有很多的外国客商 都会说中文 我也认识了一位 来自伊朗的小伙 他的名字叫阿迪 我们一起去跟他打个招呼吧 阿迪你好 你好 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还可以 为了能够和中国人做生意 阿迪说他自学中文 两年多时间 现在他已经可以用中文 和顾客进行沟通 第三次来的 我觉得这个关更高端的 我们的目的是 叫一个合作合伴的 做一个这样子 可以买我们那里这个货 投下会开放的氛围 让人印象深刻 而保护主义抬头 也让全球贸易充满了变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日美贸易摩擦频发 汽车作为日本出口的支柱产业 多次成为了争论焦点 而日本车企的产业分工 也随着贸易关系的起伏 不断的变化 8月末 美国与墨西哥 就新一轮的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达成了共识 外界普遍认为 这将改变现有的 北美汽车产业供应链 日本车企 也不得不再次调整 自身的产业链布局 2017年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不久 就汽车贸易问题 多次打压日本车企 今年5月又提出将提高汽车进口关税 日本车企危机感加剧的同时 开始考虑调整产能分布 美国与墨西哥达成的 新一轮自贸协定共识中提出 作为维持零关税的适用条件 需要75%以上的汽车零部件 来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国 而目前这一比例仅为62.5% 日产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作为较早进入墨西哥市场的日本车企 日产将墨西哥视为对美汽车出口的重要基地 近年不断提高在当地的零部件采购比例 但面对这份新协议仍然感到措手不及 我身后的这台SUV去年进入了 北美销量排行榜的前十位 那么如果采购比例无法达到75%的要求 就将面临销售价格上涨 影响销量这样一个压力 而同样日产目前在北美市场 力推的小型车零部件的采购比例 仅为20% 如果想在短期内提高的75%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对于日产乃至日系车企 在北美市场的策略 都将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 除贸易环境恶化 产业政策不确定等不利因素外 2017年 北美汽车整体销量 遭遇8年来首次下滑 各大日本车企也在当地面临销售增长 顿化的压力 与之相对的是 2017年日系车企在华销量创下历史新高 包括日产在内的日本车企 近期纷纷宣布大规模扩大在华生产规模 加之 今年中国率先放宽了对新能源车领域的 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加快日系车在华投放新车型的节奏 8月底日产就宣布将量产首款专门面向中国市场的新型电动车 未来还计划将电动车在华销量中的占比提高到三成 不仅日产将重心转向中国 丰田本田也宣布2018年在中国启动电动车元年计划 未来五年内投放20款以上的新能源车型 有分析指出 日本车企不仅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新能源车消费市场 还有望结合中国的产业人才等优势 将中国市场打造成为全球新能源车的出口基地 优化其在全球汽车产业链中的资源配置 在现代国际关系当中 实行经济制裁包括禁运 中断外交关系 减少或者终止贷款 贸易以及援助等等措施 但是从历史上来看滥用制裁 不但导致全球经济波动 同时也导致制裁发起国 承担高昂的执行成本和代价 其中美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看CNBC财经评论员陈倩 结合历史数据 对美国历史上发起的经济制裁情况 做出的梳理和成功率的分析 那么这个图表是我们基于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统计数据 能够很直接地向大家展示 历史上的经济制裁趋势 其中美国发起的制裁 在其中的一个占比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1914年到2000年中的这四个阶段 其中1914年到1944年的这31年当中 国际上一共是有16例的经济制裁 其中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案例数量 在8起占到全球总数的50% 而进入冷战时期之后 美国更将经济制裁 作为了通用的外交手段 1945年到1969年期间 全球共有47例经济制裁 美国发起老18例占比59% 1970年到1989年的全球 一共有75例 美国占到54例占比72% 而在1990年到2000年这11年当中 国际上的经济制裁案例呈现爆炸式的增长 90年代甚至被称之为是制裁十年 全球经济制裁总数66例 而美国发动的制裁达到50例 占比是进一步提高到了76% 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之一 是美国发动的经济制裁 在全球经济制裁中的占比 是越来越高占据主导地位 到这里可能大家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这些制裁是否有效果呢 在这张图表上看一下 会发现1914年到1944年呢 美国发起的经济制裁成功率 只有37.5% 1945年到1969年呢 美国制裁的成功率在50% 然而呢 在之后的这20年当中啊 这个比例下降到了24% 在1990年之后的11年 中啊成功率也仅有34% 因此呢 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之二呢 是在大多数的经济制裁当中 美国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呢 也是非常沉重的 那么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统计 在美国对日本汽车 实行贸易制裁的 1982年到1984年当中 由于汽车产量减少 美国汽车制造业 减少了6万个工作岗位 是里根总统任期中 美国失业率最高的时期 同时在启动对日贸易战后的 10年当中 美日贸易逆差并未得到改变 1987年 美日逆差曾经达到 567亿美元的高峰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制裁 在全球占比上上升 但是成功率却在整体下降呢 那有分析就认为 全球化的进程呢 是强化了国际贸易的相关性 而这样的相关性上的增强 是增加了规避经济制裁的可能性 很容易找到经济合作的替代伙伴 从而弱化了经济制裁的效力 同时呢 由于全球贸易的关系 日益紧密化 多方面的利益重叠 因此呢 胁迫盟友共同制裁目标 否则将对盟友呢 实施二级制裁的做法 在如今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呢 也是越来越难以实现 然而呢 随着新兴国家实力的兴起 包括呢在军事上和资本市场上 以及呢 包括全球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也有观点认为说 美国的经济或者贸易制裁呢 也许不再像以往那么有效 而我们也不排除了成功率 可能呢 也会出现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 瑞士当地时间5号 世界贸易组织发言人基斯·罗克维尔 针对贸易保护自由贸易多边 贸易面临的挑战等问题 接受了本台记者采访 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 限制性贸易政策 例如关税配额 以及更加严格的海关管制等 在过去的半年里显著增加 例如20国集团 从去年10月至今年5月 就有39项新的限制性措施 涉及约750亿美元的贸易额 罗克维尔表示 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遭遇挑战 如果不确定的因素太多 对经济发展 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都不利 罗克维尔表示 部分发达经济体 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其实也会导致自身利益受损 此外 罗克维尔对中国 融入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努力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肯定了中国支持 自由贸易开放的政策 今天是朝鲜建国70周年纪念日 朝鲜举行规模盛大的阅兵式和多场庆祝活动 包括团体操表演 艺术演出 辉煌的祖国和群众游行等 据韩联社消息 此次朝鲜国庆日活动是近年来朝鲜对外公开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近日 多国政党代表团和外国友人代表陆续抵达平壤 出席今天的朝鲜建国70周年庆典 此外 朝方还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560多名记者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 在平壤的外国记者受邀观看阅兵群众集会 以及大型团体操表演 预计有数十万人参与 国庆日前夕朝鲜就举办了多种文艺活动 包括音乐会 图片展 电影周等 首都平壤随处可见国旗和彩旗 路旁人行道上数着写有庆祝朝鲜成立七十周年 九九庆祝等字样的宣传版 国庆节气氛相当浓厚 1948年9月9号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1963年12月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发布政令 决定这一天为朝鲜国庆日 每年的9月9号 平壤都举行盛大而隆重的国庆活动 内容包括报告会 庆祝会 群众游行 团体操表演 联欢晚会 文艺演出等 逢五逢十的纪念庆祝活动规模更大 参加的人数也更多 继续关注美国新西纳提银行枪击案 当地时间的6号上午 美国中部俄亥俄州新西纳提市的一家银行 发生了枪击事件 造成三人死亡 多人受伤 枪手随后被赶往现场的警察开枪击毙 7号 当地警方公布了 关于本案的更多细节 但是枪手的作案动机 仍然在调查当中 7号 当地警方公布了银行的监控录像 画面中可以看到 枪手当时跨着公文包 从侧门闯入银行大楼 随后开枪射击 他在穿越安全门禁 到达大厅后继续开枪 案发后 当地警方赶往现场 与枪手展开了招火 并将其击毙 向一些警察包困 一置目标明 陈 cries 适合 警方行動 警方的警察 一下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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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当地警方介绍 枪手今年29岁 曾经在南卡罗来纳州 和佛罗里达州有犯罪史 据了解 涉案枪支是其在8月份非法购得 警方仍在调查他作案的动机 来关注日本北海道 6.7级地震的后续情况 北海道政府8号晚上发布消息说 这次地震已经造成了35人死亡 两人心肺功能停止 三人失踪 目前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 另外与此同时 当地的海陆空交通运输 正在逐步地恢复 目前日本政府已组织警察 消防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等部门 投入约4万人和75架直升机 进行24小时不间断搜救 震后地基松软且可能面临降雨 因此日本气象厅呼吁灾区现场人员 在进行搜救行动的同时 警惕二次灾害 随着北海道电力公司 8号恢复向整个北海道地区供电 当地断电用户 由最初的295万户 大幅降至不到2000户 同时灾区一度遭到破坏的 海陆空交通也正在逐渐恢复 北海道新干线列车 以及连接日本本州和北海道的渡轮 已经恢复运营 一部分的滞留旅客 通过海上和陆路交通 转到日本本州等地 北海道新千岁机场 继7号开通国内航线后 8号又开通国际航线 在地震中因为强体受损 而一度关闭的 札幌市主要机场新千岁机场 在8号上午 国际航线逐步恢复开通 将会有大批的旅客 在这里搭乘国际航班离开北海道 8号上午 机场航站楼内一度出现拥挤 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工作人员 在现场协调航空公司 安排中国旅客有序撤离 昨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 导游就通知了 能回家真的蛮高兴的 北海道地震之后 开始恢复交通电力 但是在地震受灾最严重的 后真丁搜救仍然是 最重要的任务 来看央视记者 从后真丁发回的报道 挖掘机的每一次动作 带来的可能是希望 更有可能是失望 家属跪在不远的地方 看着救援队伍的作业 居住在这里守着良田的居民 普遍把房屋建在了山脚下 把平衡的土地留给了农田 地震过后 强降雨紧随而来 被人们精心呵护的农田 由于远离山坡 并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 但是居民的房屋严重被毁 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 截至8号晚 有34人居住的后真丁 以北吉野地区 已有16人确认遇难 一人心肺功能停止 两人失踪 与此同时 山体滑坡导致房屋移动 这给救援人员确定 失救的准确位置 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像路边这种山体滑坡的情况 在后真丁有两公里长 而且后面的道路一度 是被山体滑坡阻断了 是之后清理开 现在道路才通畅 而且现在路边的泥土 包括山上的泥土 是非常的松动 所以像这些房屋树木 还有路边的电线杆 都还是安全隐患 尤其是接下来 如果再次发生 强降雨或者是余震的话 这个地区都还有再次发生 山体滑坡的可能性 目前后真丁的多数幸存者 生活在附近的几个避难所里 避难所并没有完全恢复 供电供水 避难者每天的生活用水 都要靠供水车 吃饭时每名避难人员 最多可以领到三个饭团 日本各地医院派出的 60多个医疗小组 已经前往各处灾区支援 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灾民进行心理辅导 韩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8号正时 发现一例中东呼吸综合病例 根据介绍患者是一名61岁的韩国男子 他上个月16号到本月6号 因为商务活动一直在科威特 7号返回首尔 目前在首尔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20名与他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 则在家接受隔离 这是2015年7月份以来 韩国报告的第一例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 中东呼吸综合征 由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引起 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第一次被发现 2015年曾经在韩国大范围的爆发 导致38人死亡 正在直播的国际财经报道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投资消费互为机会 看看有什么财富新角度 钢铁侠练成绩来看一看 英国现实版钢铁侠 理查德喷气式飞行衣的秘密 环保在行动 英国金丝雀码头 打造全球第一个 没有塑料的商业中心 创意点亮生活 今天我们来到英国 英国南部的海边城是普恩茅斯 每年9月初的航空节 都会吸引近百万的飞行爱好者 前来观看各类飞行表演 今年英国人理查德布朗宁 身穿喷气式飞行服 在轰鸣声当中 凌空腾飞的瞬间 把人们的飞行梦想变成了现实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他刷新时速 51.53公里世界纪录的起飞瞬间 理查德和他的博士队友 一位名叫安吉洛的航天器 先进推进系统开发专家 一大早就在海边停车场 开始了飞行前的测试 在此次普恩茅斯航空展上 理查德和搭档的飞行时速 都超过了每小时60公里 这是理查德首次尝试 在水面上做双人飞行表演 此前他在世界18个国家 做过56次飞行表演 追随者无数 被飞行爱好者称为现实版钢铁侠 这三组引擎是3D打印的 V型涡轮发动机 在原理和材质上 与普通飞机引擎差别不大 只是尺寸小了很多 产生的推动力超过1000马力 足以让总重量达147公斤的人机一体设备 脱离地面引力 理查德说 收紧胳膊就可以垂直向上 张开双臂就可以让身体下降 飞行衣两侧和后背都装有油罐 10公升燃油大概可以飞行1.5公里 除了动力 飞行过程中的高度速度 方向耗油量也是需要实时监测 而这些秘密都藏在这个头盔里 头盔就相当于飞机的仪表盘 绿色大箭头显示整个飞行衣的电力供应状况 左右手臂上铝合金套筒里的按钮 是安全以及动力控制装置 飞行时气温对燃料消耗的影响 以及其他多种不确定因素 也都要考虑进去 因为蜘蛛的东西就像空气温 如果我们脱离 如果我们不浪费温度 在一个热的日子 你会有很多力量力量 所以你会往水下降 你会往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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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就是这样的飞行 这就是这样的 第一代喷气式飞行衣 自2016年底成功试飞到现在 已经经过很多改良 据理查德测算 一件飞行衣原材料花费约10万英镑 约合85万人民币 为测试产品的稳定性 理查德一般采用低于时速 60公里的水平飞行 也是出于减少损失的考虑 在过去16个月里 他们已经募集到130万美元 约合890万人民币的投资 而他的飞行衣已经批量投入市场 并已经卖掉两套 理查德布朗宁在飞行很大程度上 受了航空工程师出身的父亲 米歇尔布朗宁的影响 当年的追梦少年 今年已经39岁了 不同的是 理查德已经将喷气式飞行 作为职业和事业 而这所有的开端 仅仅是一次6秒钟的实验 理查德萌发设计飞行衣的想法 是在两年前 2016年的初春三月 那时他已经在英国石油公司 全职工作有16年 2016年11月 仅仅8个月的实践后 他发明的第一件喷气式飞行衣 在邻居后院草地上 正式做了一次试飞 从此他辞职创业 专心研发飞行衣 从6秒的飞行记录 到现在平均飞行的6-7分钟 理查德和队友们 在增加引擎动力 和克服地球引力之间 在提高速度 与保持飞行平衡之间 做了很多尝试 理查德一直认为 摔倒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他想要做的 就是建立一个开放的 研究和创新环境 让更多人参与改进飞行衣 实现人们的飞行梦 有很多大学的飞行专业人员 加入其中 他在英国的团队只有7人 但是每周都有 上千名志愿者 飞行员 以及飞行爱好者 加入这个大家庭 我们就去试试 理查德的太太戴卜拉和儿子 一直是他最核心的支持者 11岁的儿子 为这样酷的爸爸感到骄傲 理查德也曾在儿子 就读学校地方操场 做了一场表演 他计划为儿童设计电动飞行衣 如果我告诉他 我会不会相信我 但如果在学校 我会显示我父母的飞行 所有朋友都相信我 很酷 理查德的父亲去世时 他自己只有15岁 在一次公开演讲时 理查德说 他知道父亲 在另外一个世界看着他 这成为他追梦的动力 其实理查德的祖父 在二战时 曾任飓风战斗机的教官 而理查德说 自己是最幸运的 因为他可以把飞行衣 装在行李箱里 就可以和世界各个角落的人 分享他的航空梦 亚洲是理查德 未来重要旅行目的地之一 他希望能激励年轻人 大胆想象 摆脱人在机器里的飞行模式 用人的智慧和身体的力量 来操控机器 也希望有更多的志愿者 和他一起飞行追梦 英国的塑料垃圾问题 越来越严重 不断威胁海洋和环境 日前 英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 的金丝雀码头表示 在完成对其管辖区域内 塑料制品的回收和使用审核以后 希望能够打造全球第一个 无塑料制品的商业中心 目前在金丝雀码头的办公和生活区域 每天要用掉一万七千多个咖啡纸杯 很多人觉得既然是纸杯 肯定是可以被回收的 但其实并不是 纸杯内层的那一层防水塑料和纸杯 紧紧地粘合在一起 如果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分离 而强行进行回收程序 哪怕里面只残留了百分之一的塑料 就会污染整罐融化的纸浆 但目前金丝雀码头 已经成功地开发了一个 可以处理一次性咖啡纸杯的 循环处理系统 另外金丝雀码头还采取了 一系列环保措施 包括增设公共饮水站 鼓励人们自带水杯 投入了多台塑料瓶自动回收机 消费者投入塑料瓶 就会得到相应的现金回报等 同时他们还承诺举办社区活动 希望人们可以积极地参与到 塑料废品的回收中 金丝雀码头是伦敦东部 众多国际知名企业 和五个购物中心的所在地 仅在这里工作的员工 就超过8万人 目前他正在与环保运动组织合作 以获得无塑料社区认证 金丝雀码头表示 他们旨在证明城市社区 也可以尽量避免 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 并且能够在减少塑料制品 对河流和海洋的危害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财经报道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 意大利当地时间8号晚上闭幕 墨西哥导演阿芳索卡龙 指导的影片《罗马》 获得最佳影片金石奖 中国导演万马彩蛋指导的 撞死了一只羊 获得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 《罗马》是一部数字黑白影像故事片 故事基于导演的回忆 透过一个在中产家庭工作的 保姆的视角 展现上世纪70年代 墨西哥的社会变迁 卡龙曾凭借地心引力 夺得第86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也是首位赢得该奖的拉美导演 获得最佳导演奖 银石奖的是指导西斯特斯兄弟的 法国导演亚克·奥迪亚尔 希腊导演约哥斯·兰西莫斯 指导的宠儿 获得银石奖评委会大奖 美国演员威廉·达弗 凭借在《永恒之门》中的表现 获得最佳男演员奖 最佳女演员奖 则被电影宠儿的女主角 英国演员奥利维亚·科尔曼获得 由澳大利亚女导演 珍妮弗·肯特指导的叶英 获得评委会特别奖 美国科恩兄弟指导的 巴斯特·民谣 获得最佳剧本奖 本届电影节授予英国女演员 瓦尼莎·雷德·格瑞夫 和加拿大导演大卫·科南伯格 终身成就金师奖 同时还授予中国导演张艺谋 七家电影人荣誉奖 本届威尼斯电影节 8月29号开幕 共有21部电影 角逐金师奖 最近在美国圣迭戈动物园 漫步澳大利亚主题展开幕 三只11个月大的小袋鼠亮相 受到了游客的热烈欢迎 节目的最后 一起来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